这也是个老花子 有个不凉 有个不凉是吧 嗯 家里是小的母厂 嗯 你现在送的也是不 冰箱呢 等着慢点 下午啊 下午啊 下午的 好了 朋友们 这个就是 昨天去修那个 送那个冰箱上门的时候 人家给我的一台这个 电别称说是这两个灯 有一个灯不亮 闷点看这个线接下盒 看一下它里面是不是有接触不好 这线太松了 这个 然后这两个 我们把这个给它紧固一下 这个接头没有焊接 然后两个全是油 很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 我给它焊接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接头给它紧一下 因为就OK了 我们先把这两个头子上面的油给去掉 然后 把它搅在一起 用焊锡焊一下 然后我们弄这个接头 接上 不用这个 套管 套管不太行 用这种接头 我们夹紧 这个接头就比较好 这个弄成 夹紧一下 好了 这样处理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再把这个 再装上 这个用户说的那个 灯不亮 可能是因为这个接头上面有油太多了 导致它那个接受不了 导致的 现在插电试一下 拖一下 这两个都热了 这个变扁成的应该是就这样 这个水谷也是走向眼影的大叔 什么事完 这个水谷也是亮的 还能烧过去 还能烧过去 不能烧啊 没什么问题啊 好奇怪 放上一边 真的是看起来是真的 这是没问题 这是一个煤气罩 他说打不了火 好像 没反应 也没听到猪猪想 这一回我们有上次拆那个 煤气炉的经验 那这次就不知道怎么开了 操作的你得从四周 割开 这比上次那个炉子涂的焦小多了 这是开关的线断了 这是被老鼠咬的了 割的线断了 把这个线接上收拌它就好了 把这个转进一下 OK了 听到没有 先把这个线接上再收了 把这个线接上再收了 把线接上去 准备焊了 准备焊了 这个焊好以后 把这个插上 这铁垫很久 是满的 然后先把这个套管套进去 这个套管 然后跟插头 跟插头 放在一起 我现在一按下这个开关 这里面就 有高压启动的声音 应该就OK了 现在已经好了 高压也有了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装上去 然后在这两边涂上浇水 然后就把这个 放下来 放下来 好了 别喝热 好了 妹妹 今天修的都是一些小炸店 没什么错问题 这都是老乡送来的一些小东西 在农村 你就不能敲三讲四 送什么 你得修什么 是吧 都是熟人 是吧 天天见面 真是能帮的忙就帮一些 今天视频到这结束了 喜欢朋友推荐个关注转发和点赞 拜拜